谁能想得到阿祖法的心情 谁能理解这么一位母亲的心情呢 阿祖法的孕妻终于在一阵紧张和期待中画上了句号 她躺在医院的床上 身体虽然疲惫 但内心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喜悦和满足 她刚刚经历了分娩的痛苦 但当她听到宝宝的第一声啼哭 所有的疼痛仿佛都烟消云散了 她知道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将是她人生中新的起点 阿祖法原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哥哥姐姐的宠 她的童年充满了欢声笑语 她的生活无忧无虑 然而自从她嫁给了康特 她的生活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与前夫生的孩子 因为前夫的家暴 让她的生活陷入了黑暗 康特的出现像一束温暖的阳光 照亮了她的世界 她的痴情和坚持 让她重新找到了爱的勇气 但是命运似乎总是喜欢捉弄人 康特的失踪 家园的拆迁 让阿祖法的生活再次陷入了困境 她不得不带着孩子 面对着未知的未来 她的内心充满了迷茫和恐惧 但她从未放弃希望 她知道只要她坚持下去 总有一天她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现在孩子出生了 康特也回来了 阿祖法的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激动 她看着康特抱着宝宝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她的心中充满了温暖 她知道这个家虽然曾经破碎 但现在已经重新完整了 康特的回归给了她力量 也给了她希望 阿祖法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她想象着和康特一起 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听着她的笑声 感受着她的成长 她想象着他们一家人一起度过的每一个节日 每一次旅行 每一个平凡而又温馨的日子 康特的回归 不仅仅是阿祖法的幸运 更是这个家的幸运 她的肩膀再次成为了阿祖法的依靠 她的怀抱再次成为了她的避风港 他们的爱情经历了风风雨雨 但最终依然坚韧不拔 阿祖法知道 她的生活不会一帆风顺 但她已经不再害怕 她有了康特 有了孩子 有了爱 她有了面对一切困难的勇气 她相信 只要他们一家人在一起 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康特的回归 让阿祖法的生活重新充满了色彩 他们一起为孩子换尿布 一起哄他入睡 一起教他说话 他们的生活虽然简单 但却充满了幸福和满足 阿祖法的心中充满了感激 他感激康特的不离不弃 感激孩子的健康快乐 感激生活的每一次给予 阿祖法的生活还在继续 他的心中始终有一束光 照亮着前行的道路 他知道 无论未来怎样 他都会和康特 孩子一起 勇敢地走下去 因为在他的心中 爱是永恒 希望是不灭的 他相信 只要他们一家人在一起 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追求幸福的脚步 随着时间的流逝 阿祖法和康特的生活逐渐步入了正轨 他们一起努力工作 一起为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他们的爱情 经历了考验 变得更加深厚 他们的孩子 在他们的关爱和呵护下 健康快乐地成长 阿祖法的心中 充满了感激和幸福 他感激康特的回归 感激孩子的出生 感激生活的每一次给予 他知道 他的生活虽然曾经充满了挑战 但他从未放弃过 他相信 只要他坚持下去 他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他会更加热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